對黃斌FC香港同和富大埔來說,港甲最後一戰交手同樣關乎戶級的生與死 艾力士六分鐘為大埔送上一個入球,等同為陸戰士送上一個逃出生天的祝福 做過機會主義者,這位八號仔同樣做過浪費機會主義者,大好機會被他拿來浪費 更加重要的是這個黑色力量十九分鐘領紅牌被趕離場 十人應戰下,大埔二十三分鐘還要失手,李家耀幫黃斌追成平手 比賽還原基本步,大埔又來過 基頓做排球的大徐手,波是入了,但球正也眼明雞肺,吹哨子,說入球無效 一直食著氣勢的大埔更衣服出來,形勢上繼續食著對手 直到入保時階段,戲劇性情境陸續出現 安達成功幫大埔爭取到一個關鍵的入球,大埔再次領先 由於公民在旺角場1比0擊敗結智,太陽飛馬亦都8比2,大勝標準流浪 日次全JC神希都在大球場爆冷4比3,打敗聯賽冠軍南華 這一刻,若果大埔勝出,降班的會是黃斌 但世事往往就是這麼巧,黃斌最後一刻,最後一擊 福田建議做救世者,幫藍三軍追成2比2 隨著這個入球出現,比賽結束 2比2的賽果,令大埔彷彿由天堂跌落地獄 一分之差落榜尾,成為今季唯一要降班的隊伍 這支銀牌盟主,來季月早再見 香港昏頻電視記者,郭子龍報道